吴春池老师 老师小学毕业及进入合成玻璃当学徒 后来又到东龙玻璃学拉出的玻璃馆 也做玻璃杯压制的电表壳 再到竹东的新竹玻璃工厂学做工艺品 多年的工作经验累积了丰富的干锅炊制及玻璃溶解等技能 在原有技能上不断自行摸索创新 退伍后自行创业开始从事玻璃回收的业务 专收废玻璃给工厂当原料 1989年成立春池玻璃工厂 2002年成立台宝公司 专做亮彩玻璃 也向许多国家申请到专利 2010绿能玻璃春池环保资源美学站 玻璃工艺博物馆 2012到2014 良品美气奖 2015绿能玻璃系列展 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 2015荣获台湾金庚奖 2017第四届国家智荣奖 20148而民国家智荣奖 20142 20144 20146 2222268 20146 20146 20146 20147 20145 218 216 21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